看看新闻网 前不久复旦大学的硕士生黄阳被投毒的事件让很多人感到非常震惊 这同时也让沉寂已久的清华女生朱令案再度成为了我们关注的话题 但不同的是究竟谁是凶手呢 朱令案的凶手至今还是个谜 在5月3号的时候就有网民在美国白宫的网站上进行请愿了 要求美国重新调查已经改名并且在美国生活的孙柏 要求美国政府将她逐回 而根据郑州晚报的报道 截至昨天下午的4点04分 朱令案白宫官网请愿的数量已经突破了10万人 在签名支持者当中有不少用户是中国人 而按照美国的相关规定 签名人数达到10万人 白宫就要进行回复了 一起案件19年悬而未决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在昨天下午的时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是专访了朱令的母亲 我们去听一下 4月28号报案 然后很快的就到了6月 然后马上就要放假了 我就觉得这么长时间了 这个案子进展的怎么样了 我特别着急 到了10月份我就更着急了 我说这暑假也过了 到底怎么做的怎么样了 然后他们就回答说 我们能做的都做了 现在只剩一层窗户纸 后来有没有这种结案的通知 给到您 在我的和办案组接触的过程中 他们始终是说 这个工作我们还继续在做 没有这个结案的一个说法 我这边一些报道说是 07年的时候公安部答应已经办解了 07年的时候 那个就是一个政协委员 他也提出这个问题 询问这个进展的怎么样了 后来我们从他那儿就知道 他收到了一份公安部的回函 就说这个案子的一些情况 其中就说到 说朱丽是在学校被投毒的 这么一个案件 然后就说因为那个 因为那个就是 报案时间就是晚了 那个证据不全 就是尽快办解此案